反院還在進行表決 預計可能要挑釁夜站 到半夜12點 場外人越來越多 不過他們的統計數字 也像是變魔法一樣 表面上畫面上看起來 不管空拍或者現場拍 感覺沒有到3萬人 但時間一到 就從1萬喊到2萬 喊到3萬 那我猜可能晚上就會喊到 一路喊到10萬塊 10萬人 那綠營的支持者群組裡面 有特別強調 今天絕對不可以衝進去 然後現場也有人 舉顯目的拍子說 絕對不可以衝進去 國民黨其實也有 申請到一個角落 青島東路跟鈴聲南路段 這一段就是空的 但是有一台車 裡面有播放各種民進黨 這一段期間製造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這一些遙遠 那立法院議場裡面 當然就繼續進行表決 那民進黨可以說是出進了 各種的奇怪的一些怪招 其中有一招 有一位民進黨立委 偷走了6張的表決 韓國瑜就宣布說有人偷走了 到底要不要公布他也不太確定 另外一個包括柯建民 他就不斷的在罵韓國瑜 說你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韓國瑜直接嗆他 那你安靜一點 等我宣完之後表達意見 不然連柯總召都會聽不到 民進黨還有出現一招 拼命的用清點連數 一直清點連數 一直清點連數 導致連周萬來都生氣了 周萬來一生氣的時候 韓國瑜說你這把年紀了 不要生氣了 但是還有更多奇招了 中嘉賓說因為是舉手表決 你一隻手可能其實現場很亂 數那個手本來就很辛苦了 中嘉賓就故意舉雙手 然後王世堅也故意舉雙手 所以導致有一個法條裡面 這個人數清點還錯誤 讓國民黨立委非常驚訝 蔡其川也一直酸韓國瑜說 每一個條文發言一次只有三分鐘 你是想要被叫做含三分嗎 請教明哥 其實基本上 今天就還是延續之前的 做義式攻防 當然有出現一些衝突的場面 不過今天衝突不像 5月17那天那麼嚴重 老實講相對來說 比較沒那麼嚴重 大家主要還是用 慣用的義式攻防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 義式攻防很正常 所以這也是國會常見的現象 大家都要學習耐心 就是要去看 當然你能夠讓周萬來這種 好好先生 也有點生氣 那也不太容易 所以表示大家耐性 也被磨得差不多了 民進黨就是焦土戰爭 那就繼續這樣去做 但是有一點是不行的 也就是偷表決卡是不行的 拜託要還來 這個東西 而且你們偷表決卡的目的 我知道民進黨想要製造一個 就是什麼 你國民黨故意不表決 可是問題是 你已經試了兩次 兩次人家就是你不表決 我們就舉手表決 結果還不是 就是一樣 請問一下差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覺得 繼續做這種 是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民進黨現在我覺得 最糟糕的就是 韓國瑜其實要讓你 逐條審查 你們都說不要 你就要求一定要全部退回去 你也知道現在全部退回去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接下來就是看 民進黨要不要動員場外的 這些人 如果你要動員讓他衝進去 可能情況又不一樣 但是顯然他們並不想動員 賓哥我特別觀察了一整天 我發現他們場外人 因為後製哥說不少 但是有了到三萬人 我是一個疑惑 第二個他們這個場外的主持人 好像特別的特別的冷靜 沒有一直喊 沒有激情的演出 甚至我們現場的攝影記者還說 台上有些講話真的是 資訊也都講錯 是刻意讓他比較冷嗎 其實你看他今天兵分七路 就知道他本來就不想讓他過熱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再來他們在出發之前 各個民進黨的側翼社團也好 每一個都在下面特別強調 沒有要衝立法院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民進黨這一次就只是想要 在外面做一場 至於說如果覺得場子比較冷的話 我認為到晚上一些大咖可能會來 晚上應該會嗨一點 那今天晚上就是一個 立法院嘉年華會 我們大家就看戲就好 韓國瑜在透過洪孟凱 他說把他辦公室裡面 一個墨寶這個展現出來 他寫了什麼呢 老牛自知夕陽晚 不帶陽鞭自奮提 就是說韓國瑜自己非常認真 他說這個時間不多了 所以他自己非常非常認真工作 但柯真爆了一個料 這個不講真的沒有人知道 國民黨立委 還有包括民進黨立委 很多人秀出了 他們幾波衝突之下來 每個人身上有很多瘀傷 但您知道嗎 韓國瑜那一天被民進黨立委 團團圍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的身上 有很多很多的傷口 柯真他說他親眼看到了 他的這個腰部那邊 包括背那邊有很明顯包扎過 而且範圍很大的 但韓國瑜從來都沒有對外講 那如果不是柯真講 還真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老牛 牛被編到真的是全身都是傷 他這個字畫其實之前有新聞 只是沒有弄到那麼大 之前已經有報過好幾次 我覺得他很 你是說他那個莫寶嗎 對 這個因為那個是一個書法 張秉煌一個書法家的書 我覺得洪孟凱是把那個莫寶 比對現在的工作 他真的是一個不斷編自己的 因為他當過立法院長之後 這個這個他就已經講過這件事情 他自己有講過 沒有 我是說他 孟凱是結合現在這個新的局勢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韓國瑜現在狀況 就是說反正就是立法院長 可以怎麼做就怎麼做 假如實在話 那本來就是這種這個東西 我覺得做立法院長本來就要耐煩 講義說要耐煩 那我覺得他目前為止做的 做的基本上是是是OK的 雖然藍綠各自有不滿 但藍綠各自有不滿 就表示你基本上那個中立 中立做的還好 我覺得我覺得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那你說嗆聲 我不覺得立法院內有 他反正那個就是就是 就是正常的狀況 你說周萬來會生氣 我會覺得周萬來不會 周萬來那個人是不會 他在立法院看了這麼久 但是你剛剛講到人數 但是韓國瑜勸他不要生氣 所以不是我們判斷他生氣 因為清點人數 這就是就是日常 我覺得我今天看到立法院 現在的表決 我有點那種回到 當初比如說八十幾年 那種二屆的時候 那時候剛剛國會改 國會全面改選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民進黨不斷的 因為民進黨屬於少數 民進黨極少數 動作非常多 然後那問題是 也要給表決的空間 你知道過去八年的時候 過去八年的時候 連這個表決的空間都沒有 他直接跟你講說 先送案先表決 我讓你先送進去 你讓你不用表決 甚至譬如說像禮拜五 大家記不記得 禮拜二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國民黨不是表決了一個說 延長會議到半夜 然後不再討論上會動議嗎 那個就是超過民進黨的 以前哪有這樣子 以前三位動議 就老科以前的老招 以前三位動議隨時都可以提 隨時都可以提 三位動議是你合理的 少數的合理的手段 是老科那時候幹了之後 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現在已經比以往 過去八年的狀況 來得好很多 之前的狀況 比現在還要招 你要說他黑箱的話 我跟你講 之前的八年的狀況 比目前的狀況還要招 那至於人數我想說我今天 我剛剛才從立法案過來 他就 因為他就是中山南路到 珍江街中間的 千島路大概一半 然後然後 近南路大概各封一半 有到三萬嗎 我就講那個路 那個路一個 一個四線道一個兩線道 一個四線道一個兩線道 各一半 你要告訴我他怎麼會三萬 當然中山南路還會溢出 依你的經驗你現場觀察 大概多少人 我認為可能有幾千有接近萬 或許有機會接近萬 因為中山南路他如果滿的話 因為中山南路慢的時候 他如果滿的話 我請教一下 你跑立法院那麼久 你有看過立法院長被立委 弄到全身大面積的鬱傷嗎 我跟你講 因為很少會去把 因為立法院為了去議事 為了去防止議事進行 我們之前看過什麼三秒交的 看過鎖大鎖的 把議場後門大鎖 鎖住不讓 不讓他進去的 沒有人攻擊過立法院長 就是說你會希望去阻止他做議事 但是就是我也從來 我跟你講 我才沒看過有人去攻擊秘書長 他議事人員 他都已經坐到台下去 你去搶他東西 你莫名其妙 你把東西搶走之後 議事不能進行嗎 旁邊還有很多份 不是 重點中山他搶走不是 不是議事 他搶走之後來自己寫的書 之後來他那邊拿了兩本書 然後你把那個東西搶走 他就不能那個 那個東西還叫莫名其妙 你可以去阻擋 但是說你的阻擋的方式 我覺得要有一定的比例原則 你當然符符的比例原則 你可以去 比如說你今天來講 你女立委你如果說擋住那個門 你韓國瑜今天不准進來 大家可以理解 大家沒話講 然後這個我告訴你 女立委真的會彼此互相擋 擋到後來還甚至變成全五行 來直接看這個畫面 林淑芬跟這個麥玉珍 兩個人本來穿白色衣服 就是這個林淑芬 他推了一下這個麥玉珍 要把他推開 結果麥玉珍揮拳 這個動作其實是揮空 但因為這個有涉及暴力 我們稍微處理一下 他揮空之後沒想到 林淑芬一個又勾拳 直接就貓中他的臉了 事後麥玉珍的臉整個腫起來 因為現在就互相指控 彼此都指控 對方先動手 但我們看過完整的 不同的角度比 所以下來 第一時間 這個林淑芬真的推了人家 推了人家算不算動手 所以真正動手的 如果你推覺得是動手 那就是林淑芬先動手 只是說麥玉珍後來 有灰的動作 所以林淑芬說 可能就覺得我要自衛 所以我就右鍋拳下去 但這一拳非常精準 又非常大力 所以現在林淑芬就把他的服務處 改成是格鬥訓練館 就是說他可以開館授圖 可能很多人 都會想要學這樣的一個功夫 然後也有人講說 三重如洲的立委 果然是不能惹的 所以包括麥玉珍也去講 有兩次推他 這是事情的一個源頭 那你再去說誰先打誰 其實畫面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然後他還講說 不要再挑到什麼族群 因為他是外配 他說你不要再去講說你是外配 扯到這個族群的鬥爭等等 那高金素美還有陳昭芝 陪著他去驗商 希望他可以提告 他說這一拳真的傷到了他的心 這是高金素美講的 然後確實你看整個臉就腫起來 這一拳真是驚人 在立法院 除了許淑華之後 好像是很少看到這麼 我覺得許淑華恐怕 都沒有他那麼準 那時候 但許淑華是把人推走了 但他這一拳是又準又狠 那麼狠 男立委也很少可以說這樣 很近很少這樣 對 就是平常以前這個跑新聞 對他沒有很尊敬的地方 希望他會見面 然後包括這個葛如君 國民黨立委跟陳庭飛 有這個推擠的狀況 後來陳庭飛出來開記者會 他說他自己把手伸到我後面 說性騷 到底是誰 性騷誰 他正在講 結果沒想到盆邊等人 被受訪的陳鈺貞 他就講說 你是來演戲的吧 你是不是看到你們台南的郭國文 現在版面太好了 所以你要故意這樣子把事情鬧大 這個請教賓哥 陳庭飛他本來就演戲 人家也演媽祖 所以 我跟你講他滿會演的 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陳庭飛跟這個就還好 因為這個就是正常推擠 那你說會發生一些肢體碰觸 我覺得OK 那林淑芬這個就有點過頭 為什麼我說過頭 因為請大家注意看 當時林淑芬是從主席台上走下來 他為什麼要去主席台上 他本來想要搶進主席台 結果搶不進去 搶不進去之後 後來就放棄 往下走 那你往下走的時候 麥淑芬走在他前面 那請問你推他幹什麼 這個不是醫師工房 你就是很單純的走下來 你要離開那個地方 人家走在你前面 請問一下你推他什麼意思 其實林淑芬是在發洩他的怒氣 在我看來比較像這樣 因為他攻不上去 對 所以他就這樣推 不然的話 你不是要往前擠 你要往前擠你推他OK 你是已經要離開那個地方 你推你前面的人幹什麼 完全沒有意義的推 所以這不是醫師工房 而且我覺得麥淑芬揮了一手空拳 這個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他那個動作有起來 但是他根本沒到 我跟你講那很正常 為什麼如果有人這樣大力踢 我也會這樣子 但我沒有打下去 因為你要知道麥淑芬 前前後被推了三次 對 所以正常人都會想回頭這樣 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被推到 已經撞到前面的黃捷了 你知道 所以他跟黃捷已經起爭執 然後這時候林淑芬又推他一下 所以你說麥淑芬會有一個回聲動作 而且麥淑芬的那個角落 旁邊一整圈都是民進黨立委 都是民進黨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林淑芬動手 打人是不對 當然我知道民進黨支持者說 你看是那個麥淑芬先動手 抱歉推人就是動手好嗎 他們在網路上把影片倒過來撿 他說麥淑芬先踢人 所以導致有些人說 搞不清楚說麥淑芬先踢人 麥淑芬是挨了一拳之後才踢人 這個是很明確的 當然我個人認為如果是立法院內 單純的推擠我覺得就還好 但是這個是明顯的攻擊人 當然現在麥淑芬已經提出告訴 我覺得我們就看法院怎麼判 只是我個人是認為 林淑芬委員平常形象沒有這麼糟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去跟人家道個歉 我不認為他是針對外配的問題 我不認為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發洩怒氣 但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不對的行為 不過尷尬的是麥淑芬呢 他其實叫來台灣 他的先生有家暴他 所以這些事情可能會讓他更傷心更難過 尤其當時家暴的時候在台灣 其實他也沒有得到適當的溫暖 這個我們大家也覺得很可惜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